为强夺迦南学院隐藏的异火 妖皇寒风带领黑角域强者 与学院长老展开激烈战斗 在强者们冲击的能量中 硝烟意外暴露身形 反倒为告慰儿子的在天之灵 是要让硝烟陪葬 危机关头 同伴们奋不顾身的保护 让硝烟脱离了危险 而之后 硝烟的反击即将开始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就凭你们也敢来阻止本宗 老头儿 你废话可真多 几个小辈也敢如此猖狂 不是 是 哼 是我燕匠 哪里来的怪物 这等怪力 就连专修肉身的斗王也不具备 加速 是 看我打破你的乌龟壳 这便是强绑第一真正的实力吧 血魔手 紫烟 乖乖向地狱啊 天立山 天立山 哥 你太厉害了 真恨不得能飞上去 和他们并肩作战 没想到 甲南学院的学员 竟然强到了这一番地步 清云建构 清云建构 一群杂鱼 就一并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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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并解决 你们退开 一个直动的蛮礼的斗王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直接严我吧 对一个小女孩下这般毒手 你个老东西还要不要脸 我就说嘛 能把云兰宗逼成那副模样 怎么可能没有真正的地盘 你最好祈祷院长短时间不会回来 不然的话 一伙这等天地起保 本就是有缘者得知 你们将其封印 这不符合规矩 拿给你们炼药师炼化便是合乎规矩 奇怪 为何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 看来金鱼二老联手也不是苏谦的对手 若能随先封出神来 那就麻烦了 必须速战速决 想从甲南学院手中夺取一伙 吃人做梦 这里面有疗伤药 你们尽快服用 谢了 谢了 喂小爷 你怎么一下子就跨越了两个界边 成了豆黄 是吃了什么厉害的丹药吗 哪有这么强的丹药 你们先退开 我来对付他 好吧 不过那老家伙太可恶了 你可得帮我找回场子 可能他做他一顿 没问题 我们走 伤得中不中 你们没事吧 那远墙榜第一 应该是这家伙才对 没想到 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灯底牌 难怪灵儿会栽在你手里 你这是一个人的 别人呢 谢谢大家